我们来看第七题 大宇集团为了响应政府的节能政策 决定在未来5年中逐年依固定的比例 当年和前一年排放量的比 调降集团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目标是5年后的排放量 降为目前排放量的75% 请问若要达到这项目标 大宇集团每年至少要比前一年 减少多少百分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那么首先我们就假设每年比前一年减少 根据题目的意思我们就假设它减少Xpercent 那么题目给我们提示减少Xpercent 相当于就变成原来的1-Xpercentback 所以我们就变成原来的1-Xpercentback 所以1-Xpercentback 但是题目说是经过5年后 所以每年都是这个那么5年我们就是5次方 那么这个要达到目前排放量的75% 那么因此成绩起来就会得到是75% 那么因此我们就来化减这个四字 那化减这个四字我们两边同时开5次方根 所以我们就得到1-Xpercent 那么就等于75%的意思就是0.75 所以5次方根 那么这里就是5分之1次方 所以我们就计算得到Xpercent 那么就会等于1减掉 那么0.75的5分之1次方 那么这个数字我们就启用计算器来计算 所以我们就启动计算器 那么计算器里头我们就利用一个S的Y次方 这个来计算 所以开始我们就用1-0.75的5分之1次方 我们来计算这个数值 那么因此我们就按1 那么减掉 所以底数是0.75 我们就按0.75 再按S的Y次方这个功能键 那么接着我们按指数 指数是5分之1 5分之1相当是0.2 所以接着我们就按0.2 那么之后我们就按等号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数值 就是0.055912等等 所以我们经过计算机计算之后 我们得到这个数值 那么就是0.055912多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因为题目要来计算百分比 百分比就在乘上100 所以我们就得到是5.59百分比 但是题目要算到小数点第一位 那么因此小数点第一位就是5 第二位是9 我们把它舍去之后把它进位 所以计算结果 我们就得到近视仪是5.6% 所以题目要来求说 每年至少要比前一年减少多少个百分比 我们假设是减少X% 那么X%我们计算求的是5.6% 那么因此这里的答案 那么就是5.6%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这个就是Os. 我们现在的渡量 中文化